滑雪,我正在做一些實驗,塔羅牌的實驗 上星期好像抽到一張隱時,但那個日期就不是這樣 星期一,隱時,即是有人會隱居,辭退,或者離開香港 真的有一單類詞,段崇智,辭中大校長明年一月離職 校董會三星期前,炒副校長,不輸賠 段崇智已經被中共系統釘上了 雖然德高望重,但也釘上了,很早已經釘上了 已經抹黑段崇智,段巴了,看看這件事 中文大學發表聲明,中大說作日,八日 OK,八日,收到段崇智的請處決定 我那張塔羅牌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是星期一 星期一,抽到 純粹說星期一有個人是會忍事 收到段崇智的請處決定 他將於2025年1月的卸飲,聲明引述段崇智說 按照修訂後的大學條例,中大落實的新管子架構 我認為此時是讓大學密室一位新校長的合適時機 他並且感謝大學成員多年來的支持 他將不為餘力確保大學的管理及運作得以順暢、順言及過渡 教育局表示,港府以知識段崇智遇向中大校董請辭 讚揚他在任期,中大在科研方面的持續創新 企業提供優秀人才招募渠道 中大亦獲得多項國際及國家獎項 以及於多項世界大學排行榜女創階職 局方稱深信中大校董會將於基於大學的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 由校長聘任時而作出適當安排 使大學能夠繼續提供優質教育 為香港和國家培育優秀人才 這些表面的事情 那段崇智其實可以做下去的 為什麼會辭職呢 應該避受壓力 避受中共打壓的壓力 校董會上月炒不算賠 話說這個校董會其實已經是好像被紅軍入侵了 其實慢慢改組 共產黨是很想控制中大 其實現在我想他都成功了 上月13日中大校董會突然宣布解僱副校長及秘書長吳樹培 校董會當時指對他能夠 說願意以符合良好的管治原則方式 以支持校董會的工作已經是相信心 而在校董會改組方案討論期間 校董會主席查日超曾經指 遭到中大管理層駕空 事駕一星期 段崇智在望智走進中大首度開康 感激吳樹培對中大的貢獻 校董會那些我就不太曉得了 竟然遭到中大管理層駕空 現年72歲的段崇智專注化學及生物醫學領域 1970年代在美國畢業後 持續在當地研究和教學 到2016年才成為中大的傑出訪問教授 以及中大組織工程與再新醫學研究所所長 其實我也不知道段崇智有多厲害 原來他的科學、化學、生物的工作 他很厲害的 似乎 他在2018年1月1日接替沈祖堯 沈祖堯就去了新加坡 很聰明 因為知道批鬥大會已經準備好了 出任中大校校長任期六年 那時候沈祖堯最威水使的話 為人所知就是中大二號橋 他站了出來,撐學生,擊退了那幫警察 津津樂道,亦變了他,你是不是撐黑暴,你是不是撐黃絲 他被冠上這個名字,名號 令到紅軍很想打他下來 基本上已經成功了,年頭開始了 不斷地滋擾段崇智 反修例承諾支援被捕學生,遭建制派攻擊 這段也有說,段崇智 段崇智印來曾經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 當年11月他曾經到校園內示威延長 跟蹤大學生示威者直接對話 其家一度落淚,又承諾校方會盡力協助被捕學生 事後段崇智隨即被建制派人士攻擊 其他包庇學生 最後段在2022年4月獲校董會通過續任三年 其實都很厲害,經歷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校董會都覺得他做得不錯 但校董會都開始慢慢染紅,當然要拔他下來 校董會改組方案,亦是段崇智任來的重大挑戰 心境立法會議員三名中大校董,張宇仁,劉國勳,鄧家彪 張宇仁都不是好東西,當然其餘兩個不懂 去年6月提出2023年香港中文大學修訂草案 其實很奇怪的,立法會議員搞大學 其實我都未見過 建議將校董會人數從55人削減至34人 比較容易控制 校內成員與校外成員比例 1比1,增加到1比2 校內成員與校外成員增加到1比2 其實很古怪 其實都不應該有校外成員 只是想一想到,是來賊 你一個校董會,你不是在學校裏面說什麼 為什麼要校外成員呢? 校外成員就是方便你滲透 我都要有些人的 我們中共那些人都要進去中大 搞搞真 因為中大是什麼呢? 現在看回,如果你用單純說是學校 就已經沒有故事說了 或者是看不通局 因為你要當是戰爭這樣看的 冷戰這樣看的 你就知道大學是什麼 其實培訓就是 有可能培訓一些海外的間諜 譬如我有一個學生 丟到美國也好,英國也好 做小粉紅的 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控制校長,校董會 我現在就有一個在大陸 不知道運下來的人 你幫我搞點手續 現在你一比一的時候 有校外人士便容易通水 一比二簡直是 一家學校都不是你控制 如果你一比二 街邊阿嬸、賣菜國阿嬸 都要控制你這個中大 又是無稽的 一比二就是輪亡 香港的一間學校 其實大學有很多作用 除了可能教會一些人讀書 技術方面的轉移 例如如果我派一個人中大的 因為那時候香港都叫做國際 你派去其他大學 可能萬設施大學 去偷師 神不知鬼不覺 你現在很難 現在香港變成敵對勢力 製造間諜的能力就會弱了 但他仍然都很想控制中大 因為中大是 怎樣說好呢 都是名列朝貌 在世界各地 都有個聲譽在這裡 始終他這八大學校 現在香港都要控制 他不控制 待會大學生又亂投票 會議 譴責誰 他又不想看到 他不想大學生有一個叫做 自由意志 那他一定要控制 一定要放他的人在那裡 一比二其實是很離譜的 一比零就差不多 完全沒有校外的人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知道你校外的人說三到四 做甚麼 一定是校內的人才可以 有肢壓說話 委任校長及常務副校長的門檻 又提升到 雖經校董會四分之三的成員支持 草案在去年十五月一日一日 在立法會三讀通過 奇怪的 為甚麼大學要立法會去通過呢 校董會這樣 簡單來說 大學都是政府的資產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香港的 段崇智的辭職 代表大學的滲透已經完成了 港大已經滲透完成了 很多大學都滲透完成了 只有中大 中大都完成了 成大不用說了 總之浸大也不用說了 全部都完成了 其實只有中大 書都照樣讀 最多現在多個門路去外國讀書 那就想一想去 香港讀大學 如果你說正正常常讀 又可能沒甚麼 但你想想 你去到大學 多多少少 會認知世界各地的事 看看新聞 然後你就會有少少自由意志 大學現在就不讓你有了 那些民主場 就撕掉了些東西 就不會有甚麼民主的東西 基本上 所以大學也都沒有了大學的氣息 我以前在大學都拍不少東西 那時候好奇 自己都 只是讀過Poly 然後就走到中大 港大 港大 城大 拍一下東西 是絕影來的 因為現在都 又 封著 又不讓你進去 以前大學真的成為一個 美麗的回憶 你看我曾經去過一個 港大的禮堂 不知道聽甚麼東西 在看表演 現在都不會有這個歌仔唱了 多謝收看 拜拜